腾式D9到店了 今天我们到重庆的这家店来一起拍一下这台腾式D9 作为32.9万万起售的这样一台中大型的MPV 国产的中大型MPV 它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从8月份上市到现在已经据说有一万多台订单了 而这家店说已经订单超过了600台 那从整个外观来说 我觉得这辆车是非常霸气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前脸 它这个前脸叫做PiMotion PiMotion呢Pi是就是前面这几个粗重的读隔条构成的 形成了一个数学元素的Pi 然后呢中网呢是一些比较粗大的一个读隔 但是放在整个大的车身下面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网是非常协调的 而我们来到车身侧面呢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种车身侧面 整体来说流畅 因为它的车身长度呢达到了5250毫米 然后呢整个轴距是3110毫米 所以整个车是比较宽大的 门呢是平开门加策划门的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但是门把手的设计呢 看起来有点像劳斯莱斯的最开门的设计 然后呢轮毂啊 使用的是一个马牌的18寸轮毂 整体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协调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18寸对这样一个大车来说 相对说小了一点点 它的豪华程度上来之后让我感到震惊啊 首先是这个座椅啊 它的舒适感非常不错 宽大 然后那帕的真皮呢手感非常的好啊 第二个呢是它有两块大屏在前面 它不仅可以让第二排的享受啊 我们的视频音乐还能够进行一些车辆的控制 扶手边呢还有两个小屏幕 这两个屏幕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功能 我们点亮它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可以进行座椅的调节啊 调节里面包括的按摩功能还有通风加热功能 然后以及我们的几个位置的一个设置依旧有一个零重力座椅的一个调节 我们把它点起试一试 这个我们之前在我们的iTor问键M7上面啊 我们可以也感觉到了那个零重力 但那个零重力座椅呢 它会让人更加的平一些 我觉得这个零重力呢相对来说啊 没有那么翘啊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的了啊 另外呢除了座椅的功能之外呢 它可以控制我们前面的很多的一些设置啊 比如说我们的天窗灯光啊空调 还有我们的魔方 这魔方是啥呢 我们点开看看 它可以有两个 一个是托盘啊 还有个下面的 它可以实行制冷也可以加热 温度可以是5度到50多度的这样一个区间 我们点开魔方可以看看啊 在这个位置就生出了我们魔方 我们可以平常放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食品啊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东西 放在这个地方 在下面给孩子动一个酸奶 哎 或者动一个饮料 放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 二排呢 它还有下面还有一个前后移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轨道 这台车它的前后移动的那个距离是比较长的 对于我这样一个身高来说的话 第二排是非常非常宽敞的 第三排呢 也依旧是非常宽敞 我们坐进第三排看一看 对于呢MPV来说啊 第三排的乘坐舒适感非常重要啊 因为我们买MPV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第三排乘坐舒适 必须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第三排呢 它的倾斜度啊 就比较好 而且它的倾斜度可以调节 据说可以从115的角度到118 有三度的一个一个大小 然后我们你看 现在把它给可以调高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后 它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倾斜度调节 而如果我们把它倾斜度调的比较低的情况下的话 人都其实可以实行一个半躺了 对于我这样一个身高来说的成人来说 坐在第三排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更不用说小孩 我觉得长途行驶的话 第三排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它的后面呢 还有杯架通风出口 还有我们的USB接口 就是对第三排的需求啊 也是能够满足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后备箱 我们打开后备箱看一下啊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整个这个的金身呢 其实是比较长的 所以说它的后备箱啊 在第三排完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 它的后备箱空间依旧非常大啊 官方有一个演示素材 是可以放七个大号的登记箱 而如果你这个空间都还满足不了你的话 你第三排也可以进行一个拓展啊 我们把这个可以往前面放 在第二排比较前面的时候呢 它可以放平的 这边也可以放 同时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 前后的一个调节 另外呢 这算是一个小bug 它这个放平的之后呢 跟下面这一排呢 是没有处在同一个平面上面的 但是SF店说 后面他们会配备一块盖板啊 把这个地方给拓展平 最后才来到驾驶位 我觉得这个车它驾驶位 看上去的整个的内饰设计啊 还是比较科技感的啊 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然后14.5英寸的中控屏幕 这个呢 有一个大家讨论比较多的 就是14.5英寸啊 不会像比亚迪的其他车型一样 可以进行个旋转 我个人觉得啊 旋转可能会比较炫酷 但是呢 竖屏起来了之后呢 也有可能会挡到你的实现 就是说不旋转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啊 整个车的视线呢 在A柱这块呢 进行了一个镂空 所以说这样的话 把你的视野萌去尽量缩小 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挺好的 另外呢 丹达的音响啊 在这里有比较大的一个丹达标 这个车呢 是14个喇叭 我个人觉得 丹达印象在比亚迪车上 或者在这个车上 它整个的调校啊 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啊 重低音啊 以及我们的人生的一些细化 都是比较舒服的 挡把上面是一个水晶的 这样看起来也是比较有科技感 整个的页面的设计呢 和比亚迪的弹 是基本上相当啊 另外呢 中央扶手枪这个地方呢 也是网上大家讨论比较多的 有人就觉得中大型的MPV 有这样一个扶手枪的话 不能让前排和后排进行一个连通 这是一个设计的bug 但是我体验到实车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啊 可能会满足不了那个功能之外呢 但是整个的扶手枪的那种 高级感和豪华感 还是非常好的 在无线充电方面啊 销售员刚才告诉我说 这台车有三个50瓦的快充 但是我在这里前面啊 只看到了一个 另外两个我找了一下 终于在第二排的两边找到了 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 今天我们体验的呢 是这台43.98万元的DMI970四驱旗舰型车型啊 体验完了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啊 这台车它的空间和豪华程度啊 真的是对得起这样一个价格 而再加上它的强大的性能啊 这台车它的最大功率呢 可以达到299千瓦 最大扭矩呢 是681牛米 官方的零百加速呢 是7.9秒 比亚迪的DMI技术的加持啊 认为它的油耗呢 也非常的低 所以这样一台车啊 它的空间表现非常优秀 豪华程度也非常不错 而有DMI技术的加持呢 在动力性能和四驱操控方面啊 也能够给人比较好的体验 那这台车呢 肯定就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不得不说啊 现在国产车真的雄奇了